各位网友早晨 欢迎又到网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7月20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欣文汪 大家早晨 台湾地区许流山 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还有大马长马来根 各位网友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 还有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闻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 三台沙烂器那里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 将齐江亦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 今天第一节就要讲回阿痴峰 阿痴峰哥 阿痴峰 他又做什么呢 他先那一轮就拿起那支大旗 就是说你们泛民不签那张这样的揽炒细约书 你们八甲党在那狂批到八甲党批到他上天 那怎么知道先两天又在那里说 大家呢 假设其实入习呢 入不入习就不是取决于确认输的 大家不要用这个理由大家互相批斗对方 突然间就转转死性啊 又不斗了 原本又说要斗生斗死啊 说胡志偉他们是罪人啊 这样说的嘛 不同路向嘛 就是说你签确认输 就是应该一定要大家签纸说我不会签确认输 他们那个目的是这样的嘛 那现在就在那里说了啊 范步派对于是不是签确认输这件事呢 就没有统一的做法 有人签也有人不会签 他说我自己呢 资峰哥呢就一定不签的了 那参选人能不能够入习呢 或者来说呢就不是取决于签不签确认输的 哇干什么啊 你连选举主任的那个位置都做了 你又知道 他以为他既定有代表全香港人 我看到你都挺好笑的哦 就是你觉得那个选举主任呢 你确认输那方面呢 你签不签呢 或者究竟D不TQ你呢 原来那个关键呢 是不关乎那个确认输的 你以为好像你们那些东西那么流的啊 那选举主任叫你签那个确认输 那如果签完的 又不承认啊 或者可能觉得是不会拿来做参考的 那为什么要叫你签呢 是吧 真的好笑 真的笑死人啊 这班人 接着又批评北京 他说他觉得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想这个确认输出来啊 他说是北京破坏他们犯暴派团结和互信的陷阱 哇大哥啊 这句话为什么这么好笑呢 就是因为你王之锋八口说出来嘛 你和这个朱凯迪现在搞这一团 十六个乡奴小鬼这一团 才是破坏你们自己内部的团结 是吧 把这个黑甲党剔除出来 把其他的白头人 白头人捧黑头人这些呢 都把他们互相不信任 然后戴耀廷自己也说过一开始说 你们不信我的 那我就不搞了 那一开始自己的互信是你们自己做成的 不是北京哦 是啊 其实是他们自己批斗自己人啊 藏着这一张东西 目的就是想着一举成功将白甲党和所有的温和派 就是斗臭打黑 要扫走温和的人 是的 扫进棺材嘛 民主派要扫进棺材嘛 好像是有手什么成帮 承奏 承奏他们 承奏他们那帮这样的 扫进棺材的所谓扫人嘛 扫人上位 他们那个十六个呢 黄之锋和朱凯迪那一谈十六个呢 就说一定 我们一定不会签确认输的啦 还是怎么样 就是誓死不签的啦 一起谈一下那个问题在哪里啦 即是迟机就会找 就是他们所说的叫做泛民啦 整个泛民里面一起这样谈一下 怎么怎么协调 怎么协调 就是说究竟签不签啊 如果签的话 或者怎么样的话 不同他们一伙的方向的话 就是有分歧 还是怎么样的啦 这次呢 天真风啦 又说了这些说话 之余 有一个呢 他们都挺大事的 现在背着罪 被警方在告 被政府在告的 都挺大事的 叫刘永康 四眼仔刘永康 他说会签哦 会签确认输哦 他也是抗争派的 其实都 是啊 那抗争派现在就有分 有一批说自己抗争 分了一期 就是找 有些就是说 我怎么都要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拿 我理得利用什么 他当所有人都傻 说明明是为了好异性 反正就是 说明明是为了异性 反而白吉党欠德大方 跟我们什么都会做 包括这些 所谓的意气之争 either 其實現在 quelqu合志锋 他们反而夹到自己 排名水 才说这些 diese say 夹到自己痛?我又想黄之锋他又不是那么善男信女 他都比较阴湿的,学到朱开迪那套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请君入宫 看看哪些抗争派其实都会低头他们所说 刘小丽说跪到他才入门,都会去签这个确认书 黄之锋自己在Facebook解释 为什么他写这东西这么天真,这么好笑 他说什么呢?大家忍一下笑 他在乘车厅,我怕大家激一身笑 他说这个政权在DQ问题上是怎样的呢? 他会因应参选人的光谱,对选举形势的影响作出不同的考量 大佬,选举至于看什么光谱 你们自己将那些人又要分门分派 什么抗争派又这样那样 如果你的参选的时候,如果知道你过去的事情 可能你是会不承认基本法 或者你做的事情会犯了,例如你对港区国安法 你都是不满或是怎样的 或者你一定要是揽炒的,还是怎样的 而作出一个问你,你是不是要揽炒? 还是怎样的,所谓的光时是怎样的 那时候刚刚的区议会,选举长都会问过 有些人,你的什么光时代表什么? 会这样问你,他不是因为你什么光谱 他说你跟着朱凯迪还是什么 朱凯迪之前就说有什么联盟 还是跟毛孟静那些 那些就是什么瓦解了 我看你什么光谱 毛孟静是什么光谱 毛孟静是想想妈妈的光谱 想想妈妈的协会 是的,没错,你是妈妈在那边 还是之前有范国威 选举主人不会理你这些的,黄之锋 是的,基本上选举主人不理你 是有微的,他只会问你 喂,你有没有喊过那句光时 你喊过光时就有问题 因为上面已经讲得明白了 你喊光时,你就是搞港独 我看到你几天搞了光时 那是怎样的 香港有规有矩的 会不会到时候有些人就会 我常在想选举主任 我们假设一下 选举主任来着会不会问 咦,你有参加戴耀廷主理的35家的初选 那戴耀廷他说 这个初选目的是要选出一班人 是会跟着他那个叫做攬炒十步 十步去做的 不是那个含绍半步钉 七步就会钉那些 是攬炒十步,炒爆香港为止 那会不会问,咦,你参加这个初选的话 那你是不是会认同戴耀廷的这个攬炒十步 要推倒整个政府 要将整个政府拖垮呢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回答呢? 我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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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穿着芒果佬的戏述 我说一下 我说一下 那你解释一下你的技招 我说一下 我支持这个初选是支持他这个机制 并不代表我支持戴耀廷 他就是攬炒十步 我认为是什么民主 我认同这个民主的程序 但我不认同他攬炒十步 戴耀廷他在上面都没有跟我说过 我不知道 希望那些芒果有没有 哦你们Mohan Pijerble 穿巧教你怎么说 怎么回答那些 不是 是如先踢爆他们 但他们不能这样回答 你踢爆了就不能用 踢爆了就用不了 难道你真的说一下 哦原来Mohan Pijerble 你有听Mohan Pijerble 我说一下 选举主任就会被他过关 没那么容易的嘛 所以有些人留言罵我们那些 你犯了王之锋 天真这么傻的说法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忽然 阿嬌上身 还是什么 接着他又继续说一下 也挺过人的 他刚才说光谱问题 选举形势 会着出不同的考量 他可以肯定的是 确认书取态 真的是 绝非重点 刚才也跟我们说了 黄之锋 那为什么要给那份确认书 你签 签完又不承认 不如不要签 他就说 北京给不给他 之锋哥参选与否呢 不是在乎那份确认书 那就厉害了 黄之锋 他把自己上升到一个层次 不是国际线这么简单 他是考虑到国策外交方面的问题 很厉害 不让你黄之锋 入阶 就会牵动到中国 和世界各国的人 外交 和整个中国 国策的方向 很厉害 三峡大坝都被你影响到 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影响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他们说的东西 和实际上发生的东西 的距离已经是大到没有人有 带出国际 带出宇宙 是啊 基本上和现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是 你好像说到李华士那样 是啊 好像古惑仔 他是要说到要这么大 去维持着那些人 信 是一个自我实现的 比如说 开头是没人会想到说 攬炒 你这帮人突然会出攬炒 我们攬炒会成功的 会拖瓜这个世界 他们所知的世界 所以他们认为这样 是会这样 他们就不停地去做 自我实现了这个 就好像古惑仔那样 我说我说是 那些 其实他们现在是这样 他们觉得 其实他们是看 他们那帮人 其实是看古惑仔电影像 我自己 王之锋是看高达电影 那些东西长大 他们里面有一条主族 就是 他里面有一条主族 这些少年动画 他说 你那些大人都是坏人 这个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是会改变这个世界 是完全一群 所谓 他们有个说法 就叫中二臂 就是自己会在自己的世界 认为这个世界是为了我们转 等等 是没有理到其他人 还有那些什么 胡志偉 那些 那些 对于这个黄之锋 这一堂东西 夹他 又说 你要签 签他们的确认书 你一定会不签 确认书 要势死反对 就是胡志偉都说 就是暗示 你们不要搞内斗了 窗口呢 就要对外 现在不是用窗指着你胡志偉 整个火箭炮堆在你的口里 肯定是 但是 志偉说一句 为了成功 我会不惜犧牲专业 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 这些人在玩专业 他们这些人最喜欢说的那句 就是说 我们有骨气的 有骨气都收拾了 有骨气都收拾了 哈哈哈哈 打边炉那家 哈哈哈哈 都收拾了 老蕭是不是之前有什么骨 什么黄 靓波黄 不关他的事 靓波黄在他那里买广告 不是老蕭的 不是老蕭的 哦 这样 跟着那个叫做刘穎康 他说原来他两年前曾经被DQ 所以说这一局 世纪大翻身了 两年已经是要 復仇者之战 就说要会签的 他跟之锋 他说 他说 选举主任一定会考虑 会不会签确认输的 作为拥护基本法的证据 那刘穎康这个案夸夸的都知道这些 我都没有理由黄之锋就是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你在那里拆老师沙包 那些什么东西 跟着他自己又说 就是说 黄之锋说自己如果 如果 中国给不给他 那个入门呢 跟国策有关 跟外交有关 他怕会影响到 就会考虑 给不给他入门的 就不是跟他签确认输的 他说签与不签 根本就不会影响自己的入门机会率的 所以不如直接了当 他签就算了 哇 你真是厉害 你直接跟欣申说在一起 躲在习近平的床下底 就是两个手牵手在一起的床下底 听到那个说法是怎样的 是吗 又是乱说的 神经病 不签 签与不签 会影响自己的入门机会 他也挺有创意的 而且看得自己很高的 他只是为自己解套 因为他在初雪批斗 把自己设定很高 他批斗自己 他听朱凯迪老点 两个人想听朱凯迪老点 又拿着这张大旗 拿着道德高的 其实是芒果佬那招 芒果佬最喜欢 就是把这些东西 去到很极端的道德高地 然后就说 你这些人不能够 就扫了一些温和派去走 但谁知道 他说话大了 伤害了那些人感情 还有他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 到底签还是不签 我不知道是想自己欺骗自己 还是怎样 就是觉得 哦不是的 他好像有点掩耳道灵 DQ我都是不关确认输事 就是怎样 你呢 这个是 你可能说到黄之锋 你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那么厉害 还是怎样 其他一些呢 什么刘永康啊 那些什么 黄什么穴啊 黄紫穴啊 那些弹散呢 是不是 那么他就觉得说 你死你死了 其实他这个情况就是 就是我操纏的看法 就是他觉得你死你死了 你死了 复机了 复你的机了 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 那个态度就是 总之我过得就可以了 我认为 还有他现在为什么要坚持 说自己一定可以进到集呢 其实就是 要 告诉人家 我这个 大哥 是一定会 可以参选的 所以你们不要侯我的位 之后呢 Plan B呢 都要我来指明 如果就算我 我进不了集 Plan B呢 都要我来指明 并不是透过这个初选机制 去指定一个Plan B 嗯 还有呢 我觉得王之锋 就是他又未必天真了 有些少许是觉得 可能自己被DQ 那个机会都颇高 因为这个说 不签确认输的问题 还是怎样 那说大一点 是吧 如果 就是说大一点的 那 现在呢 如果DQ我 就因为这个国策 还是什么外交问题 还是怎样 所以一定怕了的话 就会DQ我 还是怎样的 哦 到时真的DQ我 还不让我讲总 是不是 到时就影响了这个国策 因为这个国策问题 看到国际线这么厉害呢 所以DQ我 那 他想要讲大一点呢 就等 选举主任呢 到时 那个考虑呢 是不是会考虑到这个呢 喂 你别傻了 王之锋 你觉得选举主任 会考虑到你这些东西吗 我觉得他是知道的 但他怎么都要讲 万一 万一 被人DQ 就是说区议会 都不让你选 他当初 他一被人DQ 区议会的时候 他说过 我要做被DQC 保守 不停的说服 打国际 炒你 是啊 但是如果你继续打国际赛 他会不会被人 搞到鸡毛 他这次已经得罪了很多人 搞到美国制裁香港 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很恨他 如果他继续是这样 你真的要打到底 可能他整条重视线都死了 还有什么 要揽炒 还是怎么样 你看看现在那些 救救阿sir 那些 那些补习社 没得干 或者那个 没有生意 都呱呱吵 再说揽炒 揽炒了整个香港 你为了什么五大诉求 不要被那些 什么 不要告那些暴徒 什么撤销控罪 还有什么暴动 等等 如果香港这样 我想香港那些人就自发 有个什么保卫队 还是什么 把这些人全部扔进去监狱 立刻扔进去警署 帮忙抓人 快去坐牢 不要影响整个社会 你想想那些什么大渣哥 或者什么没生意 烤猪扒饭半价 在这些人都这么叫 还要揽炒整个香港 拖垮的经济 为了这些人 你没有病啊 这些人真的看见好笑 我们这次时间都差不多了 不如我们先讲到这里吧 介散生和社长 好啊 好啊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